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快目王掩饰原品第二十七 佛陀告诉阿曼说 过去久远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阿僧奇节以前 这个严福提世界有一座很大的城池叫做富加罗拔 当时的国王名叫须提罗 汉语的意思是快目 之所以叫快目是因为他的眼睛清澈明亮 清妙无比 能透过墙壁看到四十里远的地方 所以立下名为快目 国王统领着袁福提八万四千个小国 六万山川八百万个村落 他拥有两万名夫人宫女 有一万名大臣 以及五百位太子 他的第一个太子 名叫施罗拔陀提 汉语的意思是戒贤 国王十分慈悲 怜悯一切众生就像慈父一样 教化养育着黎明百姓和世间万物 引导人民弃恶向善 人民都遵从他的管理和教化 因此天地风调雨顺 气候舒适 国家风俗 百姓们都蒙受着国王的恩德 当时国王安自想到 我因为过去种植了福德 如今才能成为国王 财富丰盈 又能享受五欲之乐 拥有四海的富贵 教化民众就好像风吹冻草一样 如果今生只是享用 而没有继续培植福德 那么恐怕来世 我只能遭受穷苦了 就像农夫 如果春天多播种 秋夏必定会获得大丰收 如果春天懒惰懈怠 那么到了秋天 又怎么能指望收获穀物呢 所以我现在应该及时地广众福田 不应该懈怠呀 想到这里 国王就对政委大臣宣告说 拿出我裤藏中的金银珍宝 衣服被褥 饮食等生活所需的物品 放在各城门口和集市中 同时广告天下 一切人民之中缺少物品的人都可以来吃 并告诉所属的八万四千个小国 也命令他们打开仓库 施舍给百姓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众位大臣遵从国王的命令 以金色床帆 敲击筋骨 抄写了国王的慈悲教理 并把它传遍了整个严福提世界 严福提中的沙门 婆罗门 以及贫困孤苦 生活困难的人 老人和病人 想要得到什么 都满足他们的意愿 布施给他们 所有人民都仰赖国王 慈悲的恩德 生活安稳舒适 欢喜愉悦 不再忧愁烦恼 大家都对国王的恩德歌颂 赞叹布施 那么 阿娜呀 想知道 这位盲眼婆罗门呢 他的事迹 就问 佛 佛呀 给讲了讲 过去 久远无量 无数 不可思议 结前 那又是 跨越时空 回到久远 那么 有一个陈池 里边有一位国王 这位国王呢 他的眼根很立 能够 透过墙壁 看到四十里远的地方 那么他呢 这个国家呀 很大 有八万四千个小国 六万山川 八百万个村落 有两万名夫人宫女 一万名大臣 五百位太子 很多 最关键呢 这位国王呀 十分慈悲 连绵一切众生 就像慈父一样 教化养育 百姓 和世间万物 引导人民 欺恶相善 所以呢 人民也 忠存他的 管理教化 也 行善 不造恶 因为大家呀 都不造恶 都行善 所以整个 天地环境 也是善良的 也是 风调雨顺的 气候舒适 国家 风俗呀 所以 人民都感恩 国王 那么像 即使这样 国王依然呀 不满意 他思维 我现在有这么大的 福报 那是因为过去 种植了福德了 如果现在 我仅仅是 享受 没有 继续 布施 培及福德 将来呀 我就不能 做国王 甚至呢 会受到 贫苦 所以 他明白这个道理 明白行善的道理 明白呀 创造财富的道理 明白这个真正的原理 所以呢 他也发出命令 要求 把裤肠里边的 金银珍宝 衣服 被褥 饮食 等生活 所需物品 啊 布施给 啊 全国呀 所有困难的那些 民众 使他们 贫穷 孤苦 生活 困难 老人 病人 想要得什么 就满足 他们的意愿 这样呢 所有人民都 仰赖 国家 国王 慈悲的恩哲 生活呀 安稳 舒适 欢心 舒畅 不再烦恼 所以大家对国王呀 恩德歌颂 赞叹 不宜 当时边缘的地方 有一个小国 国王名叫 波罗陀巴尼 他仗着地处偏远 而心怀傲慢 不服从国王的教化 并且在治理国政时 有五个方面 做得很过分 他性情鲁莽 做事缺乏思考 沉迷于色域之中 不理国政 国内虽然有忠诚贤民之人 也不去向他们请教 边境一带的人们 所承受的老义 十分繁重 商人们到他国内 做生意 税收都超过了 正常的水平 这位国王属下 有位大臣 名叫 劳陀达 聪明智慧 而富有谋略 又通晓势力 他见国王的 所作所为 违反常理 就归前国王说 国王 您有五个方面的做法 不能安邦治国 恐怕不久 会招致祸患的 如果您不忌讳 请听臣说说吧 国王回答说 直说无妨 大臣随即常跪下来 对国王说 国王性情鲁莽 做事缺少思考 处事不得当 这样将来 一定会后悔的 你沉迷于色域 不理国事 外面有许多冤屈之事 人民无处诉说申冤 国内有忠诚贤明之人 也不去向他们请教 这样就不能防患于未然 边境上的百姓 承受的差异 和缴纳的赋税 都很繁重 就会想离开本国 到其他的国家去 对烧人的税收 违反常规 会使他们厌恶 畏惧到我国来做生意 那么国内的珍宝 和货物的价格 就会猛涨 出现这五件事 就是王国的征兆了 希望国王您能改变 自己的行为 重新治理国政啊 须提罗大王的词恩 遍及四方 严福提世界的百姓 都能受他的恩责 唯多我国不恭敬 不顺从他 使我们这些偏远的百姓 得不到 须提罗大王的恩责啊 愿国王改变心意 成命奉饰 须提罗大王 可以让我们的子孙 福禄长久啊 布罗陀巴尼国王 听了大臣的话 心怀怨恨 面带怒色 根本不听从大臣的建议 大臣劳陀达 也是心声沉怒 暗暗想到 我看国王治理国政 教化人民做得不当 于是上书劝谏 自己一片赤诚之心 希望能辅佐他治理国家 谁料他反而发怒 不听我好言相劝 既然劝说没什么用处 说不定还会被他杀害 不如先将他杀掉 也算是为民除害了 但他的计划 还没来得及实施 就已经败路了 国王集合军队 想去讨伐他 这时劳陀达知道 国王想来抓他 就立刻骑着快马逃跑了 士兵们随即在后面 紧追不舍 劳陀达一向很擅长射箭 知道人的身上 有十八处地方 中箭后一定会死 所以士兵们虽然追到了 但是不敢接近他 因此劳陀达一直跑到了 富加罗拔国 见到了快木王 他礼拜问讯后 与国王交谈 谈吐条理通顺 所说的事情也都富有哲理 大王十分看重他 封他做了大臣 劳陀达与国王逐渐亲近之后 就把来这之前发生的事 禀告给了国王 国王听后问众位大臣 那个国家不属于我管辖吗 大臣们都回答说 都归大王管辖的 但他仗着地处边缘 不来归甚于您 劳陀达说 波罗陀巴迷顽固暴虐 生性生残 昏庸愚昧 自情纵欲放荡不羁 臣民语色 荒淫无度 不知礼仪 依仗着地处偏远 顽固的颠倒邪行 不遵从大王的命令 那个国家的人民 也都很厌恶他 把他当敌人看待 请大王拨给我一些兵马吧 我愿意前去降服他 国王听后 同意了他的请求 于是就命令各个小国王挑选精兵两将 约定好日期前来集合 一同前往波罗陀巴迷王国 那么在快木这个国家里边啊 这八万四千个小国里边 其中在边缘地区的一个小国 这个小国王 干的不怎么地 是个昏君 自己很自私 做事呢 不考虑老百姓 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所以呢 做出的事啊 我们一看 这就是昏君的特点 性格鲁莽 做事思 缺乏思考 沉迷于 色域之中 不理国政 国内虽然有忠诚贤明之人 也不去向他请教 边境一带的人 所承受的牢役十分繁重 商人到他国内做生意 税收都超过了正常水平 你看就是昏君啊 那么呢 他有位大臣 这位大臣很好 聪明智慧 富有谋略 又通晓势力 所以呢 他向国王劝谏 改变这五种做法 结果国王不乐意了 这依然是昏君的特点 对这个大臣就怀恨在心 那么这个大臣也明白 弄不好国王呀 要收拾他 于是呢 他组织一些力量 想把这个国王推翻了 结果呢 败路了 国王几何军队要讨伐他 他就逃跑了 跑到快木国王那里 通过交谈 把他的能力表现出来了 于是呢 大王分他做大臣 做了大臣以后 他就把这个小国王做的这些坏事 跟快木国王说了 快木国王显然也不满意 所以呢 就由这位大臣向国王请命 挑选一些精兵良将 讨伐这个小国王 这是波罗陀巴米邻国的国王派人来告诉他说 严福提内各国都已经下令发兵攻打你的国土了 你怎么还舒舒服服的坐在这里呢 波罗陀巴米听到这个消息后 忧愁烦门 心情迷乱 穿着肮脏的黑衣服 坐在黑暗的角落里 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这时 一位婆罗门宰相来到他这里 问道 国王有什么烦恼的事 愿意对我说说吗 国王说 你没听说吗 原来的老陀达逃到快木王那里去了 因此挑起事端 劝说快木王发动八万四千个小国的军队 来攻打我国啊 如果他们来了 就会灭掉我的国家呀 再相说道 那应当召集让大臣们一起商议这件事啊 国王随即召集大臣们一起商议 大家商量了一番之后 与宰相一起说道 我们听说快木王发誓要做布施 除了父母不能布施外 其余一切都可布施 绝不违逆来者的意愿 现在我们国内有一位盲眼的婆罗门 应当劝说他前去求讨快木王的眼睛 如果能得到快木王的眼睛 那么他的军队就可以退去了 国王听了之后 马上同意了 俗即派宰相去盲眼婆罗门那里进行劝述 宰相马上派人去叫盲眼婆罗门 很快就把他带来了 告诉他说 如今国家有件大事要辛苦您去办 希望您能认真对待 一起帮助办成这件事 婆罗门说 我现在双目失明 究竟有什么能力帮你们办事呢 在前又是他 快木王想集合军队来攻打我国 如果他们来了 即使我们身体强壮能够逃避 但还是会担心被杀害 更何况是个盲人 怎能逃脱得了呢 然而快木王曾发下誓言 听凭人们的需要不失一切 绝不拒绝祈求者的意愿 你去向他求讨眼睛 估计一定会得到的 如果得到了他的眼睛 那么他的军队就会停止攻打我国了 这件事如能办妥 一定会重重的奖赏你 婆罗门说 现在我什么也看不见 怎能办好这件事呢 国王又劝他说 我会派人护送你前去的 随即给他们准备了一路上的粮食 和其他一切所需 他们就上路出发了 这时 快木王的国家 接连出现了种种反常的现象 空中有崩塌之神 电光闪耀 星辰陨落 烟雾蜜漫 雷霆霹雳 大地开裂 飞鸟都凄凉悲怯的安民 并搓残自己的身体 拔下自己的羽毛 虎狼狮子等走兽 在人间私民吼叫 在地上辗转滚动 国王和陈迷 对这些现象都感到十分奇怪 不久 盲眼婆罗门就来到了大城 静止来到宫殿之前 高声说道 我在其他国家的时候 听闻了大王的名望和德行 大王不失一切 从不拒绝祈求者的意愿 所以我远道而来 希望能得到大王的施水呀 国王听到后 立即走下王座 向他问候说道 你远道而来 不会太疲倦吧 你所需的一切 国土 珍宝 车马鸣鱼 衣服被褥 饮食衣药等等 我都会给予你的 波罗门说 用身外之物来布施 所得的福德 不会很圆满 用自己的身体来布施 所得的果报 才能圆满呢 我长久以来 就失去了双眼 一直处于 漫漫长夜的黑暗之中 听说大王愿意布施一切 所以才决定前来 想祈求国王的双眼 国王平后十分欢喜 对波罗门说 如果你想得到我的眼睛 我应当给你 波罗门说 如果想给我的话 什么时候能给呢 国王对他说 七天之后就布施给你 国王随即向八万四千个小国 发出宣告 快木王七天后 要挖下他的双眼 布施给婆罗门 所有想来的人 到那时都可以聚集前来 各个小国王和人民 听到这个告令后 都直奔到快木王那里 八万四千位小国王 和所有臣民都扑倒在地 扑伏在大王面前 内流满面 对国王说道 我们严福提的人民 都仰赖大王您的庇护啊 如果您要挖下眼睛 布施给婆罗门 那这些所有的人民 都依靠谁呀 恳请大王能回心转意 不要为了一人 不要为了一人 而是比一切呀 一万名大臣 也都扑倒在地 仰头对国王说 大王您为什么 不哀您 可怜我们呢 要为了一个人的意愿 而舍弃我们呢 恳请大王回心转意 不要把眼睛布施给他呀 两万名夫人 也都以头可比 扑伏在大王面前哀求道 恳请大王抚慰我们 回心转意 转变初衷吧 不要用眼睛来做布施啊 五百位太子 也在大王面前 啼哭着说道 恳请父王怜悯我们吧 不要用眼睛来布施 继续抚养我们吧 你看 这个小国王 听说了这个事了 非常害怕 那么 和他的大臣一起商量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大家就开始受主意了 不是说回心转意 赶快呀 改变自己的那些缺点毛病 让大家呀 满意 而且什么呢 走旁门邪道 让一位盲眼婆罗门 就利用这位快目国王啊 他的布施心 去 要求这位快目国王 把他的眼睛布施出来 挖下来 挖下来的呢 大家呢 可能也就不来打他了 出的都是收主意 歪点子 我们知道 佛出世以后 到现在呢 已经两三千年了 佛的光芒 一直在变造着我们的世界 是不是说 佛出世 这个光芒 一照 所有人都变好了呢 不是啊 不是啊 那些恶着的人 恶业充满 恶念充满 贪嗔痴充满的人 他们呀 就像 厕所 毛坑里边 那个蛆一样 即使太阳呀 照到了 这个毛坑上面了 即使太阳光明 照到这个蛆 身体上 他依然不能明白 光明是什么 好处是什么 在他的心里边 已经适应了 分尿 适应了这些毒 适应了这个臭 恶臭的环境 在他的这个范围之内呢 想的 就是怎么吃屎 怎么喝尿 怎么从 在凤坑里边呀 钻来 钻去呀 在他的世界里边呢 他想象不出来 这个毛坑之外 还有清水 还有绿树 还有鲜花 还有种种美丽呀 他想象不出来的 所以这些恶浊的众生呀 是很可怜的 当正法兴起了 对于这些恶浊的众生来说呢 他们依然 打不倒 够不着 不明白呀 看到了佛法 看到了正法 他不仅不喜欢 而且呢 反回头来呀 还要伤害他们 用他们 特所趋的思维 去思维善法 去对待佛法 用他们经常伤害众生的心理 去伤害这些呀 善人 善心 从古到今 这样的人 这一类人 很多呀 所以呢 佛法的传播 佛法的教化 佛法的影响 是不容易的 大家呀 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随缘 我们 权度生 千万不可勉强呀 勉强的结果 很可能呢 是遭到对方的反扑 伤害 很可能 把我们行善的心 伤害了 把我们的正法毁灭了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今天我们学习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接着学习 谢谢大家 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